10月1日,北京语言大学综合楼一间教室里,一百余位来自不同年级和专业的学生正在收看新中国成立70年国庆大阅兵。 观看过程中,他们不时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。 在这些观看国庆阅兵的学生中,还包括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。 谈起观看中国国庆阅兵的感受,完美、震撼和帅气是他们提及最多的词汇。 我觉得每个部分都很厉害的,都做得非常好,什么安排都做得非常完美。 因为我是女孩子,所以我也在看那个女孩子在这里,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。 当我们看过那个女孩子来,所有的就,哇,好厉害。 我觉得我看到中国的这个崭新的那个武器设备,还有那个中国军人的那个热血方钢。 很整体花艺的这个步伐,就是军人他走路的时候是很整齐,但我就是留下了这个许久的那个震撼。 特别精致,觉得精致到让人佩服,就走路像艺人一样,就如同艺人,觉得很帅。 正柴云告诉记者,整个阅兵仪式令他印象最为深刻,也是让他最为敬佩的,是中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强烈荣誉感和自豪感。 升国旗的那个部分,觉得整个中国人都期待着这个国旗在升起来的感觉。 刚才一起看的那些同学,都国旗升起来的时候,都一起鼓掌,站起来一起,觉得,哦,这个很厉害。 说起阅兵仪式同唱国歌的场景,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英西富语专业的大一新生周一祥非常激动。 升起仪式的时候,然后包括看在场的所有同学,包括当时就是阅兵仪式上的所有人, 他们站起来就是用心中的肺腑之心来唱响国歌的时候,第一次感到的是爱国之心在胸膛里就是拙裂的燃烧, 人民军队的发展强大,使我能感受到了祖国日新月夜的变化。 周一祥告诉记者,这种骄傲感和自豪感将成为他未来更加努力学习,为祖国添砖加瓦的动力。 作为灵力后,第一个是看到国家越发的发达,更加促进我就是在语言就是学习方面就是努力, 就是更加努力的奋斗,然后学习好语言能力,为中国就是未来的一带一路各方面发展,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